那就没有终点 故事总有起点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枯奇 欢迎收看美国时间10月15号 用对战胡人热身赛的勇士战报 没有想到热身赛第五场 就让我看见自己非常希望成真的先发组合 也就是让Wiggins打2号 Kuminka打3号的配置 也正好因为Wiggins感冒 所以延迟上场 不让交人团能比较 跟前面几场摆一帮后卫的差别 目前勇士对上纯跑通射手 除了Kurry就只有Hield 但是在考虑后场防守 和衔接二阵火力的情况下 Hield还是会维持板凳出发 延迟先发2号 不是Milton就是Wiggins 而以体型跟打法来看 状态正常的Wiggins无用自己 会比Milton还要万用 无论进攻段还是防守的段都是 据理来说7分50秒的防守回合 Davis绕过D-Low的Cross Green 上中接球 勇士被迫换防 只是对位D-Low的如果是Milton 其实他的防守再怎么好 也守不知身高体重差距这么大的Davis 但现在如果是身高67 臂展超过7尺的Wiggins 那就是不同结果了 又或者是9分20秒的防守 当D-Low跟James打GazeAction Kominga就能直接换防 因为他不需要担心对位James 会变成矮后卫 而是守前锋也相当有心得的Wiggins 简单来说 Wiggins往下打到2号卫 能让勇士防守配置的容错率降到最低 其中性没有下降 还提升了阵容高度跟体型优势 被初恋的机率自然也降低许多 其实这才符合过去勇士王朝的防守配置 毕竟过去也有个66、67的大锁在2号位 当然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这组合有问题的不会是防守而是进攻端 我前阵子说要让Wiggins打2号 除了他自己的投篮状态 还有Kominga能不能打到3号的疑虑 幸亏Kominga在前几场认赛外线状态很好 才让竞争团愿意试试看这个配置 说到Kominga就不得不提议 酷起篮球 全新周边酷明哇 多功能运动哇 现正热卖中 其实勇士先发首级的进攻端 打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或许是想要让Wiggins快速适应 所以刻意多让Kurry跟Wiggins在底角跑配合 像是首波进攻就是跑Toro Stegger Screen 老冠中应该都知道何为Toro Stegger Screen 还不知道就请点击有上个链接 本机就不多做解释了 有趣的是这球裁判最后竟然判给Kurry两罚 11分钟整 这是三人配合的Chicago Action Wiggins藉由两波的掩护突破禁区 但最后却没能抛进 10分40秒则换成Kurry跑Chicago Action 结果也跟Wiggins一样抛头没有抛进 虽然这两波都没有得分 但其实机会是有制造出来的 而且让Wiggins打2号也让他有机会能处为单打 像胡仁就是让后卫低漏来主守wikings 可惜他的状态也还没有调整好 也没有单打的机会 因此手节前半段没有太多贡献 只有一次转换推进快攻制造到犯规而已 反而打伤后的Kominga有得到不少分数 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交流团受益的 应该是体系没有跑出来 Kominga自行下球硬解的回合 一次是单打吃掉Davis 另外一次则是跟TJD的挡拆上篮得分 展现出他的硬解能力 更需要说的是 Kominga也不会跟体系不合 像是8分20秒的ATO 是勇士近期新跑的战术 名称跟手势我还不知道 他们会让Wikings持球过半场 快速跟Green打手递手 再立刻回传给胡顶的TJD 后续再透过Kominga的浅切 为Green制造被挡 然后落边的Kominga再迅速往上移 此时可以发现 经由勇士这样跑动后的拉扯 胡仁防线因而露出了两个缺口 也就是禁区跟胡顶 所以Kominga接球后 要嘛是传给空切的Green 另外就是传给绕过掩护到胡顶的Kerry 而最后他是选择传给Kerry Kerry也成功投进了3分球 完成一波战术的配合 7分10秒 很像Sportsation的站位 但Kominga知道不该是由他去绕过Kerry掩护K全球 所以他直接远切到对角拉扯防线 Kerry也立刻执行handoff突破禁区 此时有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Wikings跟Green因为Kominga空切到对角 都立刻向左侧移动 继续拉开进入空间 这也就是Motion 5-Outs的核心概念 平均拉开空间去填补空缺 而最终也制造了James的防守树 让Kominga突破到禁区 传递板球给TJD得分 这波我认为就是完全的机遇战 没有设置过的配合 但是却能打出传些效果 所以可以看到场边的Kerry相当满意 直接拍手较好 因为Wikings有上场时间限制 所以这个组合再次登场就是第三届前半段 首波进攻很明显是设计给Wikings走Flare或Pinkdown的战术 空间也确实轻开 只可惜他的中区空档还是没有投进 值得一提的是抢到进攻栏板后的机遇战 场上5人依旧能正常的传切 又是Kominga传给绕掩护的Kerry 在利用酷油引力吸走防守后 快速传导到底角的空档的Wikings 只不过刚复出的Wikings还是没有把握到 9分10秒底线发球的Rub战术 去年就跑过很多次了 由Kominga发球后向上绕过Kerry的掩护 Kerry在向外绕XGreen接球出手 成功完成底线Rub战术 低节展现过的防守压迫跟高度在第三节依旧看得出来 而且后续的转换快攻 Kominga也都能带球找到空档的队友 只是Wikings的空档薄度 就像他的感冒一样便不见了 7分钟这波进攻是打双挡拆 而Green跟TJG都是若印篮下 Kominga见状立刻向上跑动 持续创造空档 要不是Kerry没有传到 这波又会是一个成功的进攻回合 虽然本场先发配合的时间不多 但是从上述回合就能知道 他们无论攻防都能搭得起来 防守端有TJD坐正进区 Green就可以自行判断游走去补鞋防 在第一节Green就有靠着叛毒 干扰胡人战术的防守回合 而且Kominga跟Wikings能够全换防的外围防线 也相当有威胁 除了Kominga偶尔会有防守站位跟经验不够的疑虑 还有TJD守不住David等大中锋的缺点 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 进攻端则在Kominga越来越熟悉体系后 渐入佳境 他的跑位传导决策都更加果断且快速 甚至如果能维持外线威胁 进攻空间的疑虑就能消除一大半了 只是他的得分主要还是建议在快攻或体系之外的硬解 我还是希望能看见他更多靠着体系的得分 就像这波没有投进的K权术 而剩下的就是Green Kominga和Wiggins 把那该死的空档投进而已 Cell Steve Kerr也说 他对这种先发阵容的表现感到满意 Wiggins跟Kominga的跑动是很关键的 无论有球还是无球 他们都能在场上靠着运动能力跟体型的跑动 打来压迫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今晚的比赛方式 为这套阵容定下了基调 Steve Kerr如此战不绝口 这组配置高几率会是勇士开机的先发阵容 只是三封线的外线能不能转换成实际数据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外线空档一直投不进 我也不确定Kerr会冷到什么时候 但至少我认为是最佳先发配置的阵容 已经拿到门票了 剩下的就是开机后见真章了 台湾先发配置 接着加码来谈不得不继续吹的 超级跑动人Moses Moody 以下为大家带来几波 Moody在本场的跑动出手回合 第一颗来自于勇士首节最后的SAPE PLAY 以自家客和45CUT的组合技为起手势 但是因为Anderson没有接号 所以没有执行成功 不过Looney跟Payton很快转换成SPITATION 让Moody能跑动投进三分球 其实第二节也有类似的战术 我猜这才是这道战术的完成版 第二节六分多钟 跟前一个回合相同是 胡顶的自家客 搭配洛车Kumenga跟Hill的45CUT 一个快速空间一个快速向上跑动 搭配Korea突破 胡人防线顺序就被拉出破口 让Kumenga有了跑到底角 Catch and Shoot的机会 虽然没有能投进 但是看得出来这道战术有创造力 还有Kumenga也能担任 跑动Katch and Shoot终结点的可能性 对照低节的战术配置 跑45到底角的是Hill的也就很合理了 接着第二颗来自于 跟Looney配合的手地手Katch and Shoot 第三颗外线则是一波ATO 类似于Flappy现在底线 跟Watters交叉跑位 在向上绕过Looney的拼档 接球投篮 可惜弹框没有进 母底第四颗外线则是 James跟Riffs的换防失误 产生了控党命中 第五个回合则是反跑 转成Sportation的Katch and Shoot 不过最后却谈框打铁 再来就是第三节 最后独秒阶段的Katch and Shoot 也是第二颗球给Looney 再跑过去打手地手的配合 成功投进中距离 最后是第四节的独秒阶段 藉由Bigman远切 自己在顺势绕墙边歪拼档 以跑动的Katch and Shoot 投进了三分球 当然机场热身赛 目的就让大家看到一个 跑动射手的横空出世 即便出手机制还是没有到 纯射手那一种等级那么流畅 但也非常够用了 这也受惠于 他在大学阶段 本来就有在跑动的Katch and Shoot 只是在防守较压迫了NBA 终究还是得把出手速度 和Katch and Shoot的技巧 再往上练 才能有这些机会 如今目的进攻端 最大问题已经有所改善 防守端已渐入佳境 看看第二节九份多钟的防守回合 James跟Riffs在底角执行挡拆 Wiggins跟DK的换防 成功挡下第一拍 Moody内缩Nail的协防后 副尾也相当确实 后续面对8寸的突破 Moody的横移防守也跟得上去 减缓他第一拍的突破速度 才有后面Runi的补防成功 可攻可守的Moody 我自己是希望能进到前十轮替啦 但尴尬的是勇士轮替 真的已经爆炸了 如我在修菜记说过的 这次一支深度很深 但往上天滑板需要时间的球队 毕竟只有克里斯的S级球员 而从第二顺位到第十二顺位 全部都是B级的球员 按照现在五场任赛打下来 克里跟Green不能动 Pojensky、Milton和Hill的 只要健康的话应该都会上场 Wiggins、Kuminga则是稳稳的轮替前锋 Runi、TJD和Anderson 在任赛表现也都不错 Anderson外线进步那么多 球三跟传球师也又是真材实料 防守端师能守3到5号 Runi则是能出手中距离 移动跟弹跳能力也都回来一大半 而TJD则是最能吃饼 补卸方机动性最好的中锋 在考量到高度 他们三人都难以割舍 数来数去也只有出手欲望低迷 防守压迫不如遗忘的Payton 能够被Mudi挤掉 如此一来就是11人轮替 如果要在缩小打10人轮替 那就是交演团要去伤脑筋的 不过按照现况 我可能会被迫从 今天都没有上场的两个后卫去挑人 因为本场打狐人 Pojensky跟Milton都没有上场 其实Anderson是能够负责持球发牌的 这也代表传切打得好 勇士二阵是不需要 失职意义上的空球手 反而是需要能持球跟无球切换的双能位 就这层定义上 Pojensky跟Milton都差了一点 我这个议题等到真的需要说到10人轮替再说了 我认为开机后 勇士还是会打11人轮替的 而我也必须再提醒一下 现在都只是热身赛 等真正开机会达到4节48分钟 就是不同战场了 不过勇士热身赛体系的磨合度来说 我认为勇民可以多一点期待啦 好啦本集勇士战宝也说到这边了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提到太多 主要还是节目在先发配置的配合上 还有目的成为跑动射手的回合说明 如果有其他问题欢迎留言 所以欢迎喜欢本集影片的各位点赞订阅 我是Koochi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